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做行人 学做君子 学做好人 不是求生观发财啊 是学做好人 学做个有道德 有学问 有修养的人 这个是求学真正的目标 过去儒家多数人将求的是励志 人要没有志向 就像船在海里头没有方向 不知道走哪里去 你的日子通过了 佛法讲法运 志愿是一个意思 我们人生在世有一个愿望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永远向着这个目标 向着这个方向 陆离津津 自然就有成就 学佛的同修要记住 你们要想成就 第一要发愿 愿是什么呢 愿是动力啊 你为什么肯舍 那么样勇猛精进 世间人肯工作 他什么力量可以用的 名利啊 今天将你做多少事情 要赚多少钱 你拼命去做了 如果一分钱赚不到 你还去干吗 你什么也不愿意干了 所以世间人勤奋工作 那个力量是利 名 力已经得到了 他还要名 所以他拼命去干了 诸佛菩萨觉悟的人 名也不要 力也不要 他为什么落此不疲呢 愿意 度众生的悲愿 《法华经》上 蒋释迦摩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只为一大肆因缘出现世界了 这一大肆因缘是什么呢 教化众生 四红诗愿 头一句啊 众生无边 诗愿度啊 就为这么一桩事情而来的 断烦恼 学法门 成佛道 那都是度众生的手段 方式 离开这三个重要的方式 手段 你就没有法子度众生了 所以他们的实现都是教训 你看空老夫子实现的教训 释迦摩尼佛实现的教训 《将近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天天教啊 教你怎样跟别人相处 这属于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处 我们将与一切动物相处 与一切植物相处 与山和大地相处 怎样与天地归于神相处 教我们这些东西 度众生就是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破灭开悟 离苦德罗的果 它就达到了 那要先帮助自己破灭开悟 所以我们是福 为什么要是福 也就是这第一月 我们看到自己苦 看到众生苦 自己想离苦德罗 也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德罗 就为这一桩事情 佛出现在世界就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离苦德罗 什么最苦 生死轮回最苦 没有别人更苦的 也就是说 帮助众生 聊生死出轮回 为这个事情来点 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四法界 这叫离旧净苦 永远再没有苦 得罗 若有旧净罗 登风造起的罗 那是哪里 极罗世界 所以 你往生到极罗世界 得旧净罗 离旧净苦啊 我们就明白了 祝佛如来存的是什么信 唯一的 第一个念头 希望帮助他到极罗世界 为什么 得旧净罗 这个意思要懂啊 我们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为什么 我不念别的佛 我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我不念别的经 念无量如今 就是因为 祝佛如来的幸运崩坏 帮助我们 利旧净苦 得旧净罗 就这么回事行 利旧净苦 得旧净罗的方法 就是幸运持明 求神净土 尼陀金 无量寿金 是度九法界众生 幸运持明 求神净土 释迦牟尼佛 摄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度众生成佛道 大肆因缘 到这个地方就究竟圆满了 我们把这一桩事情 理事都搞得清清楚楚 我们才知道 修这个法门只殊胜 修这个法门只可贵 这个法门这一生 不能不修啊 这一生当中 一定把这个当作我一生当中 第一桩打死了吧 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 小丝一桩 做不得无所谓 这一桩打死天眼天干 接地一交风行 念自在自 我们这一生成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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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